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在这个地方一定要送给母亲节的礼物 包括我的母亲 那在这边既然是一个投股财经节目 送的当然不可能送给各位食品啊 或者其他方面的东西不可能 最好的礼物呢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档股票 可以让大家赚很多 可以赚很多的 那我也找了 我找了好久 这一个礼拜我都一直在找 就为了今天要送这份资料出去 我记得 我昨天在录节目的时候有点累 因为我在找股票 就为了这一档 一千多档里面的这一档 那这一档里面呢 我个人认为 它是熊 涨 与 可以同时兼得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这档个股呢 向全天下伟大母亲 向全天下伟大母亲 献礼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起涨点 这个地方是起涨点 我们镜头可以近一点 这个地方是一个起涨点 在这个地方呢 已经横盘吃货了许久了 已经横盘吃货了非常的久 而且这个横盘整理 还非常的水平线 几乎跟我画的第一压力区 差不多快要平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投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第一个压力区 在这个期间 它突破了第一个压力区 然后创新高之后 底部创新高之后 回档 对不对 我为什么认为 这个是一个机会呢 因为这一个样子 跟我们的瑞宜 几乎完全是一样的 对不对 瑞宜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底部上来 回档 好 我们先看这样的一个形态 待会我再来好好介绍 我为什么会去买瑞宜 好 我们再来看这边 那这个时候呢 创新高 拉回 是不是就是我告诉各位的 现在的股票 就是要找拉回进场的 好 在这个地方 5月6号 红K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红K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来讲 第一个压力区它已经过了 现在这是一个第二个压力区 所以这个压力区只有几个呢 一个 两个 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这个 这个是熊掌 这个熊掌 那我说鱼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 1464的得利 得利它只有一个压力区 当在4月27号 突破第一个压力区的时候 就连续一路涨上去了 对不对 在这边呢 你可以看看你的获利状况 那第二个是什么 来索取的投资朋友 你的身份必须要是母亲 母亲 也就是说 你给我打电话进来 一定是母亲女生的声音 但是也有可能是男生的声音 那他是不是母亲呢 如果你是 父代母子的单亲父亲 我一样欢迎 我一样视你为伟大的母亲 所以说 这份资料 第一个只送今天 第二个 仅限于母亲 以及单亲的父亲 来电说去 好 我们再来看看 下面 要跟各位介绍什么 下面要跟各位介绍的 一样瑞宜 没有变的 因为这档没有变 这个第一个压力区 当初他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没有买他 到这个地方 我才去买他 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表现的状况 的反弹力道 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说没有那么大呢 因为他的反弹力道 没有那么大 所以他可能只支撑 一天到两天而已 果然 果然在两天的时候 他就被拉回了 就被拉回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他却做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突破了第一压力区 这个是他唯一 拉回整理筹码 第一个好消息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笃定 在他拉回的时候 就要在这个地方的相形作业 这个地方的相形作业 去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他什么时候会有 红K 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下影线 然后然而在这一天 在这一天的黑K状况 我们镜头可以近一点 我们镜头可以近一点 在这个地方黑K状况 来到了一个下影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 最佳的买点了 就会形成一个最佳买点 所以投资朋友 我在研究部一二十年 或许你在家里 进入股市也有一二十年了 但是我们看的细腻度 有一样吗 我想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他每一个图形 都是经过我们一二十年的 千锤百炼 去了解他到底要干什么 所以我们看的是 一滴一点 一滴一点 就好像我这样形容好了 如果说今天你很会唱歌 到KTV唱歌 你每次唱完都有人跟你拍手 所以你唱得很好 那我想请问 你会不会因为你在KTV唱歌 而每唱完一首歌 都会有人跟你鼓掌拍手 然后你就跟自己讲说 我明天要去报名星光大道 我想应该不会吧 对不对 我想你应该知道 你在KTV唱歌唱的是一个 整体的享受 整体的一个感受 所以大家 你的心目好友听起来 整体不错 一定会给你鼓掌拍手的 但是如果说 今天在比赛的那些评审 他们听的是什么 他们听的是你每一个字的每一句 每一个字的每一句 是否有够正确 有够标准 最后才跟你下这个分数 你到底是得了几分 我选股也是一样 我看股市 我看股票在走的时候 它的走势跟走法 我看的也是一样 也是一滴一点去看 一滴一点去看 这个样子你还可以知道说 到底坐手它在做什么 到底它跟之前的征兆 是否一致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进场 4月30号 4月30号 掌停板 掌停板 然后这一根掌停板之后 各位可以看 中途它有被打开过 中途 然后呢 最后它一直往哪里跑呢 第二压力区 第二压力区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5月4号的时候 它又是一个掌停板 掌停板呢 其实应该这样子说 这个地方呢 它拉上来 它拉上来 是慢慢拉上来 但是只有拉到5%而已 但是整个行为里面来讲 这个地方已经有两根掌停板了 已经有两根掌停板了 所以投资朋友 类似这样子的个股 待会我送给各位的资料 广告时间 你看到电话号码 就拨打电话进来 这份资料 我就送给你 再看一下 这份资料 向全天下伟大母亲献礼 待会广告时间 请拨打电话进来 但是记住哦 仅限母亲 或者是单亲的父亲 我们先进广告 这份资料 向全天下伟大母亲献礼 向全天下伟大母亲献礼 送你一档 底部标股 送你一档 底部标股 仅限母亲或单亲父亲 仅限母亲或单亲父亲 仅限今天索取 免费索取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随吴老师一条龙投资获利心法 让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了解挣大钱的玄机 大声对家人说出股票获利的喜悦 您一定要来亲身体验 吴老师的一条龙投资获利 速播 零耳6630-3237 6630-3237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随吴老师一条龙投资获利心法 让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了解挣大钱的玄机 大声对家人说出股票获利的喜悦 您一定要来亲身体验 吴老师的一条龙投资获利 速播 零耳6630-3237 6630-3237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随吴老师一条龙投资获利心法 让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了解挣大钱的选机 大声对家人说出股票获利的喜悦 您一定要来亲身体验 吴老师的一条龙投资获利 速播 零耳6630-3237 6630-3237 秦千月 不好意思啊 站你一下 你刚才不是才去过 阿山不知道有人介绍他 属高串的粉 是水的 就那啊 故意是对阿娘介绍的啊 大哥 来路不明的烟很多是走私的 运送过程中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质会变差 没有检验的烟 交由尼古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还逃漏烟酒税以及健康福利捐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是5月7号 在4月30号到5月7号这边 一共有几个交易日 4月30 5月4号 5月5号 5月6号 5月7号 正好五个交易日 五个交易日里面呢 我相信昨天各位在我的测标已经看到了 有几个掌停板 大甲三个掌停板 瑞宜两个掌停板 德利一个掌停板 这是送给各位的资料 送给各位的那份资料哦 送给各位的资料 那今天有一份资料 它也是掌停板 只要你有来拿这份资料了 我相信今天掌停板的那一档 到底是哪一档 我相信你一定有看到 它也是被拉回来的 对不对 它也是被拉回来的 只是不晓得是说 你买股票的时候 是看到连续涨你就冲进去买 还是你会冷静的去思考 它会不会被拉回 如果它会被拉回 那我又应该在什么样的支撑价位去买它 对不对 这个才是一个标准的投资者 而且还是一个专业的投资者 瑞宜这档股票 它在迈向第四区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这边画了第四压力区 第三压力区已经轻松被突破了 现在要迈入第四压力区了 所以这档个股在我的长途列车里面 我告诉各位 它会慢慢走 慢慢上 然后最后呢 5月6号股价再上 慢慢走 慢慢上 家族呢 也是非常高兴 也是起来了 到了5月6号 5月6号 我们来看一下 5月6号在这个地方呢 第一个 它并没有突破5月5号的高点 然而在这边收了一个小黑K 大概下滑了将近有2%左右 2%左右 但是这个地方 我认为它是一个诱空形态 怎么说呢 第一个 在这边它所吃货的一个筹码 并没有在5月6号这一天 被冲洗掉 而且这个地方吃的货 非常的大 它每天都是一万多张 一万多张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认为 它是一个做一个诱空的动作 至于是不是呢 我相信呢 如果说 如果说今天待会有看到的话 我相信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但是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呢 我最希望的是 各位刚刚来电话 所取的那个资料 它今天的表现 能够让你看到 能够让你拿到 你要的一个利润 因为这是我送给各位的 一份母亲节的礼物 那我们来再来看看 得利这档股票 得利这档股票呢 当初在买的时候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这边是一个第一压力区 或许你会一直问我说 吴老师 为什么你都会去画一个 第一压力区 第二压力区 第三压力区 甚至更高 其实这个不是我愿意去画 而是我认为 如果说今天你要爬一座山 你也要知道说 你的困难重重在哪一个阶段吧 对不对 那如果说 当然压力区 越少是越好 越少是越好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你不去看一个压力区 你只看它最近的表现 然后你就冲进去买 假设它只是反弹一两天呢 那怎么办 不卖 还是停损 如果你会设停损 我说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朋友 但是如果说你不会设停损 你又不晓得压力区 那我想这档个股 你资金放在里面的话 你凹单不卖 你是会赔很多钱的哦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 压力区 好 经过这个地方拉回 涨停板 4月28号又涨停板 请问 这个28号的涨停板 旁边有没有压力区 没有了哦 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 这档个股已经没有一个压力区的限制了哦 那各位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 我送给各位的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假设今天你来索取资料 它开盘 在盘中 就可以突破这个第二压力区 这边也都没有压力了哦 等到它碰到 这边压力的时候 已经涨到这里了哦 对不对 如果它碰到 这个地方高点压力的时候 已经涨到这里了哦 因为这档个股 我不能够掀开 然后告诉你说它会涨到哪里 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被请去喝咖啡了 这个也不是 我相信也不是你愿意或我愿意的 所以我只有在这边 用这个方式来跟投资朋友讲 我选股 相信我 这档个股 它集合了什么 集合了 那个瑞宜 它的底部形态 再集合了什么 得力 它的压力区没那么高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压力区不多 只有两个 容易往上拉 压力区不多 容易往上拉 那这档个股 我相信 你应该是不知道是哪一档 我相信你应该是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注意的 应该不像是 类似这样子的 但是呢 我们都要赚钱 我们都希望在股市中赚钱 也就是说 只要能够抓到老鼠 它就是好的一个猫 那你也不要致命清高 你非赚这个钱不可 那个钱我不赚 股市跟你没有仇 对不对 所以说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只限于 做哪几档股票 而你又输在那哪几档股票里面 请问 你还有什么产业 你可以赢钱的 一千多档股票 就真的只有你看上 那几档可以做吗 我相信不是吧 我相信不是吧 外资 自营商 三大法人 也不可能这样子做吧 对不对 所以投资朋友 我说这档个股 很可能是你不会去注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注意的 都不是标股 我这样子说 你认可吗 好 这份资料呢 向全天下伟大母亲 献礼 这个地方 自从底部上来 而且各位在看 已经吃了 这么久的一个货 如果今天你是 这档股票的做手 你吃了那么多货 请问你下一步 你想要干什么 如果今天我是做手 我花了钱 吃了那么多的货 请问我下一步 想要干什么 两个动作 第一个 等待一个绝佳时机 第二个股价往上拉 对不对 我只有这样子做啊 不然我去吃货干什么 我去餐厅吃饭 也是为了吃饱啊 对不对 也是为了想要吃 我想吃他的东西啊 对不对 不然我进餐厅干什么 所以这档个股 在这个地方 主力已经吃货完成 主力已经吃货完成 主力开始表态 开始表态 第一个压力区通过 拉回 在这个地方 再重新把资金做上去 所以投资朋友 第二个压力区 如果被他通过的话 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压力区了 这边是没有压力区了 这边是没有压力区了 所以等到他碰到之前的高点的时候 你的股价已经在这里了 这档股价多少钱 不贵 40元以下 甚至更低 甚至更低 所以呢 买得起 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很多人在这边买 这个地方买的更多人 而且这个地方买的几乎呢 都是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 所以投资朋友 再看一个阶段 从高点下来 一路下来 一路下来 横盘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横盘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如果说 其实我现在很怕讲意外事件了 很怕 我怕被我讲中 很怕 所以我这次不讲意外事件 他会好好的 他会好好的 把这个地方呢 先了解一段 这个地方了解一段 这个地方了解一段 如果这三个地方 你都可以同时了解 我相信呢 下一次选股 你就不会那么的没把握了 所以这档股票 我希望呢 他会因着时事而上去 那公司 公司派的 不管是公司派的 或者是外资 或者是其他的主力人士 我相信他们在吃货的时候 手中的货已经有非常多了 否则的话 不会在这个地方呢 做成一个行程 这边的企图心 然后随着一个地方 做一个筹码的调整 在这个地方 5月6号 5月6号 各位看到 现在这个红K是5月6号的 所以说 今天以后 他可不可以像得利 或像其他的股票 一直往上走 一直往上走 我只希望在这个地方 献给各位 全天下伟大的母亲 我也希望 这档股票 能够让我 好好的送给各位 也能够好好的 让各位在这个地方 赚到 应该要赚到的 母亲节礼物 所以呢 待会广告的时候呢 就请各位拨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的福人员索取 就可以了 但是希望 第一个 我只送今天 第二个呢 仅限母亲 或者是单亲父亲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数位机上和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和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一年一度母亲节就要到了 在这边呢 向全天下伟大母亲献礼 向全天下伟大母亲献礼 送您一档底部标股 送您一档底部标股 仅限母亲或单亲父亲 仅限母亲或单亲父亲 而且只送今天一天 只送今天一天 欢迎免费索取 免费索取 人有命格 股有骨格 跟随吴老师一条龙 投资获利心法 让您看懂股票的命格 了解挣大钱的玄机 大声对家人说出 股票获利的喜悦 您一定要来亲身体验 吴老师的一条龙 投资获利 四波 零耳6630-3237 6630-3237 回国21天内若出现不适 请先多打1922 防疫专线 1922提供 24小时国内免付费的 传染病电话咨询服务 预防疫波拉等传染病 非必要请勿前往疫区 若必须前往 不接触禽鸟 野生动物或接触病人 不身影生食 注意个人卫生 若时勤洗手 咳嗽戴口罩 疾病管制署关心您 宝贝啊 我们赚点钱 你都存在哪 银行啊 而且是有账户存款保险 知道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险 最高保位新台币三百万元了吗 我知道啊 然后不只是台币存款啊 还有外币存款都纳入保障了耶 先生 你吃饭跟我说这个干嘛 我是想 想说我们差不多可以结婚了吧 过马路 不当低头族 脚步快一点 安全多一点 我们下时拿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